今天心情愉快 我们来批八字 来来来来来 赶快把八字拿出来 我要来看看八字 一样 要打这样 已久叉叉年 叉月叉日叉死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早晚子 我才不理你那些东西 出生地 性别 1979 2月17号 2325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拿一堆广告 1979年2月17日 2310 狄龙坡 这八字 这八字就破财了 我才八字 而且今年还有可能会日主授克 要特别注意 物质仪卯 丙颖 己卫 心勇 奎卯 好 好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八字 物贵河 丙心河 天干 圣一个己土 那这个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 他在这一边 出现的是 酉金 生 子水 生 银卯末 去特卫土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 一件事 这个八字 他 没办法 他就是天生 他就是破财 而且 就是没有改善 没有改善 但是他的官运 确实在这一边 这个运 他是 变好的 他在这一个运 他是变好的 所以 这个八字 我们可以知道 他 一直 财运都不是他的强项 虽然天干 有这个己土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或者是 还有这个 戊土 但是我们都知道 天干 他只能够算是表象的财星 实际上的财星是不好 所以 我们一般在推论的时候 会跟他讲说 看起来很有钱 可是 时常口袋空空的 或者是 看起来桃花很旺 要开花结果 就没有 这一种的象 了不了解 他就是这一种的象 但是 他的官运 在这一边 却是不错 因为酉金 是不错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在今年 银木等于卯木 所以 申 酉 这两个月 他就会变成了日主授克 8月8号 一直到10月8号 这一段时间 一定要特别注意 日主授克 所有的运 全部都停掉 财运官运 都不会很好 所以要特别注意 了不了解 要特别注意 那来讲 这个 过了 没有关系 等到明年 明年 他的一个运势 他刚换大运 他刚换大运 这是他第一年而已 了不了解 他换第一年 所以 他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其实 第一个 他的第一个 他跟上个运来讲 他的官运 好不容易出现 所以这边官运会起来 但是 还是依旧跟上个运一样 财运 没有说很强 也就是说财运一直都是落相 所以不需要 说要什么赚大钱 就是这一种的 但是官运是有起来 到明年 明年为甲城 甲城 甲城 我们可以知道 甲鸡一合 丙心一合 天干剩下物 地支 曾有一合 所以一样止水深淫茂木 还是一样特畏 所以官运没有 那就算了 其实也不会说 就是差到哪里 就顶多就没有官运而已 但是真正受伤的是财运 所以你一定 这一个八字 一定要特别注意 跟钱财相关的 这一个情况 否则的话 像这一种的 只要借人钱 就拿不回来了 像东邪这一种的 这假如是他的话 我一定跟他借钱 借了可以不用还 这种借了不用还 为什么 你看到 本命就代表的是什么 本命代表的就是 我本来的人事物 你有看到 这边有比肩劫财来克财 所以比肩劫财来克财 那是怎样 他的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兄弟姐妹 会来跟他借钱 来破他的财 所以很容易 可能 就是兄弟姐妹突然发生什么事 需要用钱的时候 来去跟他借 很容易他会发生这一种的情况 或者是他认识的朋友 突然出了什么意外 他就 很容易就要为这一种的 就是 他认识的人事物 会来劫他的财 了不了解 他认识的人事物 会来劫他的财 好 这是一种的解释法 那第二种的解释法 各位 在批八字 不是只有一种解释法 他还有第二种解释法 第二种解释法 当 这个天干 一个比肩结采 地支两个比结以上 好 各位 来 他刚好 他天干没有符合 但是他的地支有符合 那表示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情况 这个要特别注意 三角关系 也就是说 一个情人两个在追他 一个情人两个在追 那就是 他是卯木对方为引木 也就是说 都会有另外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去追 了不了解 很有可能会有这一种的像 所以自己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而且这是天生的 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的笔尖 一个人的笔尖劫财越旺 在八字里面 你的笔尖劫财越旺 你会越旺另外一半的桃花 了不了解 你的笔尖劫财 越旺 你会越旺另外一半的桃花 所以各位 这一种的 你要知道 不是他老婆会花心 而是 阿嬷跟他在一起的 对不对 就莫名其妙去旺他另外一半的桃花 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他妈的跟我在一起不好是不是 妈的怎么跟我在一起 而已 是 妈 他突然另外一半 他的桃花 也会出现这一种 所以 这就是什么 就是 请你记得一件事 不要老是带老婆出去跟朋友交际 不然的话 这个八字就会有这一种特质 了不了解 这就会有这一种特质 所以 各位 这就是在批八字的时候 老师 他怎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现象 对 八字不是只有一种批八 而我刚刚讲的这一个 他假如是连续相生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偏偏他并不是 了不了解 就表示说这个财 他是一个坏的现象 破 他就是一个坏的现象 当然 破 一个是什么 损失钱财 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这一种 他也是不好的相 你要不了解 他也是不好的相 也代表了容易跟老婆会起冲突 所以像这一种八字 我们就会知道说 因为天生有破财的这一种的情况 F1R你好 所以像这一种八字 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跟老婆这方面的一个沟通 还有钱财 因为这个要记得 我刚刚所讲的这个 都叫做你可以去注意的 有很多情况是你完全没办法注意的 你可以注意的 钱嘛 感情嘛 这些都是你可以掌握的 了不了解 这些都是你可以掌握的 但是 假如突然来个意外 各位 那个意料之外的 你是没办法掌握的 所以 可能 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 必须要钱 各位 那这样子是不是 是你没办法预意料的 所以 你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 当你看的 当你可以知道 这些都是你可以主动 去怎样 都可以主动 可以的控制 这些 你知道你有这个落下 你平常就要注意 那一些有的时候真的 突然出个车祸 要不要赔钱 那种的 你没办法预防 那就算了 了不了解 那个你没办法预防 就算了 但是像这一种的是可以预防 了不了解 可以预防的 这种东西 我们就要注意 简单的讲 各位 老师也一样破财 我会 撒不隆东的去开业 然后 经营一家面向馆吗 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个一定会赔钱嘛 所以我不去做 我注意 是不是 我就不会在这方面 跌一跤 所以 你们就要了解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些 或许他不会到那么严重 但是 这些都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注意的 那就是去注意这一些 假如突然他验证的是爸爸 突然身体不好 那个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 你要不了解 他的身体要突然不好的 那我们没办法 对不对 他可能就验证到那里去 但是你可控的 你就要注意 这个才是我们学八字 真正要注意 不是 等着 会算了 然后等着他爆发 你神经病 你知道你有这个弱项 你就不要摸 这方面的 知道他妈的老婆 对不对 我有的时候脾气会不好 会对老婆凶 特资一点 对不对 或者是 阿妈钱在我的手里 我脾会痒 要一定要把他 一定要把他花光 那钱就不要在你手里 了不了解 所以 这个就是你自己 该怎么做 不要一看到破财 我好惨 谁跟你说破财一定就不好的 你只要注意 你只要注意嘛 了不了解 你注意跟这一方面的事 自然而然 他就会降低 了不了解 他就会降低 那这样子是不是 你就怎样 等通 某种程度的改变了你的命运 所以各位 你们要了解 你们要了解 八字 并不是所有人的八字都很好 有很多人 其实八字都其实就很烂 但是很烂 不代表他的运 他就真的会很烂 而是 当你了解了以后 你要怎么做 谁跟你说破财的人 那破财的人是不是永远都不要结婚 不可能 只是说他在结婚的时候 他就要特别注意 这一方面的问题 自然他就可以 减低 不然的话 我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 男人只要破财 没有活的价值 为什么 一定就没钱 各位 一定就没有逃活 他妈没钱没逃活 你妈还活在这世界上干嘛 死一死比较快 再重新投胎 投一个妈财运比较好 女生 就不要日主受克 不然就是不要妈关受伤 对不对 反正妈的 日主受克或者关受伤 你的婚姻全部都不行 那这样子要干嘛 你还活在设施上干嘛 死一死重新投胎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 不是 而是你要知道了以后 怎样 怎么去改善 了不了解 知道了以后怎么去改善 不然的话 钟荣毅破财又破官 人生两大运都不行 钟荣毅活在这世上干嘛 死一死 早一点 18年后又一条好汉 对不对 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撑什么 40几岁了 你人生妈活的是有意义是不是 但是 但是各位 我真的有那么差吗 没有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 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强项 可以去发挥 每个人都有缺点 要去避开 缺点 就是你八字里面的落下 那个就是你人生的功课 该怎么让他变 没有那么差 所以没有那么差 或者是你不要去碰 他是不是就不会真的那么糟糕了 所以这个就是东邪他里面要注意的一个现象 批八字并不是来诅咒他的 各位 批八字是要讲 可以让对方听得进去的 所以我说过批八字 不是诅咒人家 你这个跟老婆除不好 死老婆什么的 不是这样子 而是要让他知道说他有这个缺点 那该怎么做 了不了解 该怎么做 所以批命他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就很像我学生说 老师你批命很好笑 废话嘛 批命难道是要让他苦 让你在那边痛哭流涕吗 没有嘛 批命 让你知道你的优缺点 然后怎么去运作 这才是批命的 真正的意义 所以东邪只要知道 他自然就有办法 去把他的落下改正 就不会那么差 就很像老师破财兼破关 好 那我完蛋了 我一辈子没有钱财 我一辈子没有工作 我一辈子没有桃花 活在这世上干嘛 那么那么烂 对不对 但是各位 知道怎么做了以后 当然就有钱 有桃花 有名声 全部都来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不是批了命以后 让你认命 我就是这样 好烂 不是 是让你 认识你的命 认识你的命 你该怎么做 要不要解 所以他该怎么做 他可以用食伤来帮忙 他也可以用官来帮忙 就在工作上好好努力 对不对 或者是食伤 就是对老婆甜言命 老婆你是世界上 他最漂亮的 老婆就会说 嗨 你这一个讨厌 对不对 食鬼 对不对 是食伤嘛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人生的功课 了不了解 人生的功课是什么